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自从游戏更新后想一直都在抽棒架五连 抽了好几天总是抽到红点喷子了 给你们看一下想的抽奖过程真的是往心跳啊 好在最后有贵人出手不然都不知道要抽到什么时候呢 第一天也是啥都没抽到全鞋没有的配方 感觉你运气很差我一发五连就爆了 亏我之前还觉得抽奖概率很高呢 搞个锤子新配方特别难抽 有些人克了几个六四八都抽不到也就你运气比较偶尔一 我也这么觉得需要我帮你抽吗 不用想要自己抽 我还就不信了咱们会一直这么倒霉 第二天继续给想来个一发入魂吧 不给红点筷子就算了弄把切割之刃也可以啊 我去想要吐了呀 玩的设定太恶心了 全鞋七十几的配方一点用都没有 第三次放假咱们借抽 看你怪可怜的真的不用我帮忙 真姐不用这是我最后的倔强了 电眼铠甲M94G36C最后还来了一个点长A到6M 我去这个或许点长涂装的次数没了 这场感觉有点鸡肋呀 这个次数就不能定在80级以上的配方吗 抽到第几的电眼铛涂装对咱们来说根本没用 算了想要热闭了 杨卫你来帮我抽吧 唉早这么说不就完事了吗 让你看一下欧皇的手气 感觉你也不怎么想都没报的好东西 一定是我输了 咱们单发出席记 这次一定会报的 看来我今天是运气不太好呀 明天继续我有预感 明天一定有进行 再信你一会 如果抽不到的话 想还是自己抽吧 放心吧 我从小就好运 倒霉不超过两天 我去还真抽到了 你是财神爷的新闺女吗 看我说什么来着 厉害啊本来大腿爆的好 不投不发财 咱们抽到红点烹纸 可以去转个病毒学家玩一玩 幸好这次爆的是烹纸 如果咱们抽到切割之刃的话 那就难办了 现在打海岛暗小 最不缺的就是武士 继续玩这职业的话 都不知道红点马月才能打海岛呢 生多肉少 感觉武士的处境很尴尬呀 嘿嘿 现在小小不用愁了 防止病毒之后 组队肯定会更轻松 怎么说想也是个输出职业 OK技能都点好了 咱们把红点的配方也剩一下 小强有点后卫 没去打西万古 不然的话 咱们就有更多的材料去升庄业了 喷纸只能升到15级 想要有点继续干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 我是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